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负责在下午和深夜时段主持奥运节目的吴毅豪 这日就特别感谢一班幕后团队 不知道你们的镜头是否真的做了很多功课 绝对是 我们的功课也有 另外一班幕后的同事是很积极日以计赢 我知道同事是四五点才有凌晨 但是他就为了赶一些资料给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评讯 给予嘉宾 其实是台前幕后的最大努力 东京奥运还有不够一个星期就闭幕 主持张志豪和拍档陈欣欣都很期待香港运动员 未来几天的赛事 愚客下来 还有很多赛事 你怎么说最期待是欣赏哪些赛事呢 我猜焦点应该我自己看就有两个 一个就是林奥尔德 Grace 另外其实很多香港人都会集中看 看看Sarah 李维斯 看看Sarah可不可以继续 一二年的伦敦奥运之后 可以冲击到金牌回来 刘慕尚也是为了备战 用了很多时间去美国集粉 他已经到了东京 到了一步 正在适应时差 我希望他可以尽情地表现 因为下届奥运会也没有了这个项目 所以希望他可以创造历史 张志豪又说港队运动员 今届奪得佳職 振奋人心 也是他连日无忧地主持节目的一大动力